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本期节目为大家讲一桩发生在官场上的谋杀案 咱们先说说主人公 主人公姓陈 叫陈锦云 1947年的时候 出生在江西省东湘县 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边 陈锦云这人 从小特别的刻苦 别的小孩都是满街风跑 唯独人陈锦云 读书要多努力有多努力 凭借自己的本事 1962年就考上了江西冶金学院 三年之后 毕业了 分配到了干南大吉山乌矿工作 一个落后乡村的穷苦学生 说能找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矿上的工作 别人想都不敢想啊 所以他呢 也是加倍的珍惜 到了乌矿上班以后 还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后来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锦云被调回老家福州行署纪委工作 因为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了办公室的主任 回甫州工作以后啊 甫州地区的崇仁县县委书记 因为违法违纪被革职了 年轻有为的陈锦云 就代表地区纪委带队来到了崇仁县蹲点 调查处理崇仁县县委书记 以及领导班子的问题 陈锦云也是不如使命 工作做的特别的出色 组织部门呢 也没对他进行多少考察 就安排他留在崇仁当了县委书记 陈锦云总算是一步一步的 这也算是当上了县老爷了呀 一当上县委书记之后 整个人呢 内心开始膨胀了 他呢 就把他所拥有的那点权利 当成自己的聚宝盆了 做了很多让老百姓非常不满意的事情 后来组织上一看没办法 又把陈锦云调回釜州地区科协工作 这一调动 陈锦云这心里边他不服气呀 他不舒服啊 县委书记这是大权在握 到科协那有什么权利呀 哎呀 我这县委书记啊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 什么都没了 陈锦云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呢 挖空了心思千方百计的想调离辅州 1992年10月份的时候 他呢 从辅州就出来了 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江西省安义县的县长 他刚一上任 那腐败的嘴脸呢 就又彻底暴露了 他当县长的时候 在位的县委书记姓胡 这胡书记啊 后来也反映了这么几个情况 说陈锦云到了安逸之后 一件实事也没干 并不是想着说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谋福 而是我行我素 不停的为自己买车换车 在那个年代汽车可是大物件啊 陈锦云啊 也知道 你看人书记都没换车 我一县长换车 多不合适啊 就只是一个个体户 给胡书记也买来了一辆车 什么车呢 丰田皇冠 各位 那个年代的皇冠 可比现在路上见个老死都稀哈啊 胡书记呢 人没要就拒绝了 随后啊 也批评陈锦云 锦云啊 你这是违纪啊 你这是超标买车呀 咱们哪能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呀 陈锦云呢 嘴上答应着 这有什么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不仅没听进去 心里边啊 对胡书记是怀恨在心了 大伙对陈锦云不满意的地方 除了是奢侈腐败之外 另外一条呢 则是他的霸气啊 目中无人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回啊 县里边呢 召开书记办公会 县委呢 研究人事问题 县委书记是人 胡书记啊 陈锦云你是县政府的县长啊 人会上已经决定了 谁谁谁在哪个岗位上不错 往往一个晚上 陈锦云就全都翻过来了 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啊 你们说张三 不行干不了这个 李四门都没有啊 他这个人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往往到最后是 他想换谁就换谁 除此之外 陈锦云的腐败啊 是让大伙都戳几两骨的 举个例子吧 1993年元旦之前 马上不也快过年了吗 陈锦云呢 和四个手下一合计 你说快过年了 咱不得买年货了是吧 哪来钱买呀 这么着吧 让水电局下属的 工业物资公司经理陈嘉勇 拿五万块钱公款 给咱们五个人呢 一人一万 私分公款这件事 陈锦云呢 感觉做的是 神不知 鬼不觉 但是呢 人那公司 人也受不了 这个呀 后来啊 就也向胡书记 汇报了这个情况 这钱还没拿出来呢 胡书记啊 就制止了这件事情了 给陈锦云气的呀 是暴跳如雷 从这开始 陈锦云感受到一个问题 只要胡书记 还当着县委书记 我这县长 可就是一个摆设 想来想去 他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狠狠的修理修理胡书记 让他这县委书记 你就当不成了 刚才咱提到了 那个公司的总经理 叫陈锦云 陈锦云就找到了臭味相投的陈锦云帮忙 1992年10月 陈锦云到安逸县当县长 一个月之后 这陈锦云可就巴结上了陈锦云了 没过多久 陈锦云涉嫌偷漏税 被南昌市检察院关押起来了 因为陈锦云从中关照 做了不少的工作 付出不少努力 陈锦云得以取保候审 从这以后 这陈锦云可就算是陈锦云 的左膀右臂了 这回陈锦云 请陈锦云帮忙不为别的 就是咱们俩得联手 把这胡书记给他搞下去 陈锦云呢 策划了这么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由陈锦云出面 找人呢 写无告信 告胡书记 可是这信呢 寄出去好几个月 也没挤走胡书记 陈锦云这一看 不行啊 这招不管用啊 咱们来第二招吧 这第二招就是当年震惊南昌 乃至震惊全国的1013政治谋杀案 陈家友啊 认识一个人叫于君 这于君曾经因为斗殴 被劳教过两年 他就想让于君呢 开车去撞胡书记 陈家友拿出来一万块钱 给了于君 那时候一万块钱 还值钱呢 让于君呢 买两辆外形相似的旧吉普车 过去别看钱值钱 但是过去那车也值钱 大伙就想把一万块钱两辆的旧车 得救到什么程度啊 反正能动就行呗 就开一回 一辆用于作案 一辆用于作案之后 掩人耳目 在这期间呢 于君呢 也找着帮手了 江西省德安肥营石矿汽车队的工人 叫冯安平 有事求于君 于君就跟他说了 这么着吧 你求我的事呢 我想法给你办了 但是有个前提 我也有事得让你办 看你办得了办不了 什么事啊 你开着车 把谁谁谁给我撞了去 行啊 没问题 1994年10月13号 陈锦云呢 知道胡书记要在县里的文丰园开会 于是他就告诉了陈佳友 加油啊 今天呢 胡书记要在文丰园开会 知道吗 行 陈县 您就甭担心了 这事啊 交给我了 晚上七点左右 陈佳友就让于君到文丰园去等着 他了于君立刻叫上了冯安平在那伺机作案 晚上九点来中吧 胡书记开完会和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呢就从文丰园走出来了 他们的是不行的 走到安义县解放大街的时候 和另一个人就走在马路边上呢 突然就见一辆车啊 子牛就冲了过来 胡书记啊 被撞的飞出了十几米 旁边的同事呢 哎 也都被撞伤了 要说起来啊 这胡书记命也大 没有生命危险 不仅如此 后来经过法医鉴定 胡书记被撞的都飞出去了 但是仅仅是轻伤甲级 虽然说伤的不是那么的严重 但明摆着这是奔着杀人去的呀 1013政治谋杀案发生之后 原本应该被绳之以法的陈家友却安然无恙 怎么回事呢 因为前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新民跟陈家友啊 关系特别的好 陈家友在曾新民的保护之下逍遥法外 而浑身是伤的胡书记呢 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被迫调离了安义县县委书记的岗位 而陈锦云呢 则阴谋得逞了 风风光光的当上了安义县县委书记 兼任人大主任 陈锦云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总算又当上县委书记了 嘿 这一当上书记 比当年在重人当书记的时候 更霸道 更无法无天 当时县水产局的局长姓王 这王局长呢 就找到陈锦云 陈县呢 我想把我的爱人呢 调到县公安局工作 这陈县长呢 也挺现实 嘿 没用的 那说他干什么呀 对吧 当然啊 人不会说这么直接 哎呀 这事不好办呢 哎呀 这事有难度啊 哎呀 很多同志看着呢呀 王局赶紧啊 送了5000块钱 陈县您看这事 办 立马办 5000块钱就办成了 县农资公司 有一副经理姓袁 他呢 想当县供销社的头 也是找到陈书记 哎呀 陈书记啊 你看这事 哎呀 不好办呢 啊 你看那么多同志都看着呢 啊 送5000块钱 陈书记您看这事 办啊 立马办 就也给办了 您各位说了5000块钱 一个手机钱就办了 各位 90年代初 一般情况之下 一个人工资也就是一二百 送5000 两三年的工资呢 就这么 安逸县的干部提升啊 或者调动工作呀 都是陈锦云一手抓了 完完全全由他个人说了算 不过有句老话 哪有邪恶 哪就有正义 正当陈锦云得意忘形的时候 有人向他宣战了 那么这人到底是谁 原安逸县龙金镇党委书记 曹政法等人 就向检察机关 举报了陈锦云 一共是15个问题 其中包括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等等 可是陈锦云 毕竟是有着非常广的社会关系网的 很快就知道 曹政法他们向检察机关 举报了他腐败问题的消息 而且怀疑背后鼓动指使曹政法 他们的就是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 陈锦云就想着咱们逐个攻破吧 立刻打击报复曹政法 先是在县委书记办公会上 不顾万先勇等常委的反对 将曹政法就地免职 紧接着呢 陈锦云又暗中指使别人 伪造匿名信举报曹政法有经济犯罪问题 指使县检察院的一名副检察长 强行把曹政法就关押起来了 这一系列的操作都不符合流程啊 万先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对县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提出了三条意见 说一没搞清楚的问题要继续搞清楚 第二曹政法要立即释放 你们现在已经违法了 你不能执法犯法呀 第三立即召开党组会 统一意见之后 立刻向南昌市检察院和安逸县委领导汇报 这万先勇是县里的三把手 各位 人陈锦云可是一把手啊 这一把手一看 怎么着 三把手这是要枪火呀 这是要示威呀 要造反呢 于是他决定报复万先勇 1995年9月初的一天 陈锦云呢 把陈佳友叫到家里边 阴沉着脸就跟他说 佳友啊 我叫你来 知道什么事吗 你想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我多次提出来让你看 可是万先勇始终不同意 现在迟迟你开不了功 就是他在掐你的脖子呀 这事再拖下去可就黄了啊 这是在干嘛呀 鼓动大伙啊 让陈佳友恨上万先勇啊 陈佳友他是个商人呢 咱们总说商人的本质是逐利 他就琢磨着 我要是不把万先勇搞走了 我要是不巩固我们陈书记在安逸的地位 我这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那这就没戏了呀 为了钱 这陈佳友啊 也是豁出去了 他呢 通过于军又故请了 曾经因为敲诈勒索 被劳叫过的无限钟 一起行凶 1995年11月21号晚上11点左右 万先勇啊 上了一天班了 也累的不行了 走着就回到宿舍 把房门打开的时候 刚把房门推开一半 突然呢 从房间里边闪出来一个黑影 万先勇还没反应过来呢 一把刀子就向他左胸就刺了过来 万先勇啊 用左手本能的往下这么一压 结果这刀就刺进了他的左下腹 万先勇忍着疼 赶紧把这钥匙包啊 全都扔下了 不顾一切的就抓住那把刀 没想到这个凶手还真是年轻力壮 用左手搬住了万先勇的右肩膀 右手还在使劲的把刀往里捅 僵持了一会儿 万先勇啊 俩手突然一发力把刀就拔了出来 凶手呢 被逼退了一步 刀被万先勇就夺了过去 可是刀一拔出来 血啊肠子啊 也都跟着流出来了 万先勇啊 站立不住 咔嚓一下就跪在地上了 万先勇拿着刀指着凶手就问 什么人 为什么要杀我 凶手没吭声 哪能回答你这问题啊 赶紧又扑过来夺刀 万先勇一看 这人那是要我命的 玩了命的就喊 救命啊 有人杀人了 但是啊 此时万先勇因为伤势太重 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 凶手一看 万先勇倒下了 先踹了他一脚 没动他 紧接着又在万先勇的后背上刺了一刀 万先勇的神智还清醒呢 强忍住疼痛 不敢动弹在那装死啊 凶手见万先勇没反应了 这才拔出刀一转身 把门一关就逃跑了 万先勇被歹徒刺伤之后 用手捂着流出来的肠子 从三楼爬到二楼 被听到声音文训赶来的人 及时的送到医院抢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被人谋杀事件 立刻引起了江西省委省政府 南昌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组组成立了1121专案侦破组 迅速展开工作 之后江西省委啊 也专门召开常委会 听取案件侦查工作的汇报 五天之后 也就是11月26号 1121谋杀案告破 凶手吴县忠被逮捕 经过连夜的图审 吴县忠呢就供出来 我是让陈家友雇佣的 我来杀万先勇的 本来呀 我跟这万先勇没有什么仇 没有什么怨 这陈家友到案之后 一口咬定 这起案子就是我雇凶杀人 和别人无关 把全部的罪责都揽了下来 万先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12月3号 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 和江西省纪委书记 写了一封信 万先勇在信里是这么写的 孙敬的领导 安逸县1121谋杀案 表面上看是一起谋杀刑事案件 实际上是一起利用黑社会势力 排除一己 干扰地方党委政府 坚持正义开展工作的政治案件 据我个人分析 陈家友不具时招供幕后策划者 是存有幻想的 按他的思维逻辑 靠山不倒 还是有出路的 1993年 市检察院放了他 不就是有靠山力保他过了关吗 此案能彻底查清 能把幕后指使 策划者都挖出来 那我将是最后一名受害者 我所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这封信就引起了江西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且很快转到了江西省公安厅领导以及办案民警的手里 事实上啊 办案人员早就把陈锦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公安机关加紧了对陈家友的审讯 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吧 陈家友啊 最终还是招供了 他承认 之前打算谋害胡书记的1013案件和谋害万先勇的1121案件 全部都是陈锦云幕后指使的 这两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 安义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陈锦云终于是暴露了 1995年12月26号 陈锦云被南昌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 1996年5月7号 经过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陈锦云被执行逮捕 两起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以后 公安检察等部门趁胜追击顺藤摸瓜 又挖出了另一起大案 各位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上期节目提到过一个人 原南昌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曾新民 这一次就挖出来了曾新民受贿寻私舞弊案 这曾新民呢是陈锦云的后台老板 堂堂的一个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竟然和陈锦云这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人混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啊得从86年说起 86年秋天 陈家友呢 还是安逸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承包的甘局员被人哄抢了 当时在安逸县武装部当政委的曾新民 亲自到现场处理 陈家友一看 哎呦来了领导了 抱大腿吧 从此这就算是攀上高枝了 他们之间呢 就形成了稳定的权钱交易的关系 陈家友从1986年到1993年7年的时间 一共送给曾新民高档家用电器等物品 以及现金将近十万元 各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十万 陈家友啊 这是很慷慨啊 也有了丰厚的回报 一家五口人农转飞了 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了 同时啊 在曾新民的提携之下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变成了安逸县水电局工业物资公司总经理 1991年 曾新民升任南昌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陈家友呢 也就成了省水利厅物资供应公司的法人代表 1013案件发生之后 曾新民知道这事情是陈家友干的 但是他没有追究 这才有了1121案件 陈家友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还说呢 如果曾新民对1013案件追究的话 我绝对不敢再敢1121谋杀案 1999年2月12号 曾新民因犯受贿罪 寻死舞弊罪 被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9年9月3号 安逸县原县委书记陈锦云 被江西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年9月8号 参与谋杀两位县级领导的同案犯 陈家友 于军 吴县忠 被押送刑场 执行死刑